人们把想要的果树种子埋在土里 细心照料一段时间后 这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然后长出绿油油的蔬菜或水果 受到此事启发的泰国小伙 就延伸出了许多的好奇 如果把麦当劳埋土里一个月会怎样呢 会不会种出更多的麦当劳 这要是成功了的话 那以后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二话不说 这家伙就去买了份薯条 汉堡以及一杯可乐 虽然此时小哥特别想吃 但为了以后着想 他还是忍住了 在后院挖了一个坑后 小伙就把他们全买了进去 甚至为了避免猫狗偷吃 小伙还做了个三级防护 接下来的时间里 小伙每天都用自己的童子尿浇灌它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终于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了 抛开土一眼就看到了袋子 打开了看看 可乐上覆盖了大量的泥土 里面的薯条和汉堡不见了 这不仅没有种出什么 反倒还丢了汉堡和薯条 这可把他肠子给毁清了 再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看看 我的个妈呀 全是白色的小动物爬来爬去 密集恐惧症都要换了 再把可乐打开 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事 可乐里全是秘密妈妈的东西 让老外看的都直呼 Oh my god 评论区里